第五周 成长欢乐多 比如丢手券 挑橡皮筋 老鹰捉小鸡等等 那怎么描写你玩过的游戏呢 通过今天的学习后 你就会写了 赶快跟我一起进入到课堂里吧 素材讲一讲 这条素材出自金波的 一起长大的玩具 讲述了他小时候玩过的一种游戏 玩陀螺 赶快读一读吧 玩的时候 先得从鞭烧缠起 缠住陀螺的腰身 直放在地上 用手指按住陀螺顶端 用力一拉鞭绳 陀螺就在地上转起来 再用鞭子不断抽打 越抽转得越快 为了让陀螺转得更快 我们尝到冰上去玩 电烧噼啪啪啪响 陀螺滴溜滴溜转 尽管天寒地冻 谁也不觉得冷 陀螺是很多人喜欢的玩具 形状上半部分为圆形 下方尖锐 以前多用木头制成 现在也有塑料或铁制成的陀螺 那怎么玩呢 看看金波是如何告诉我们的 作者在这条素材中 详细介绍了玩陀螺的步骤和过程 首先 作者是按照玩陀螺的先后顺序来介绍的 从玩陀螺第一个步骤开始说明 到最后陀螺被旋转起来 介绍得非常详细 这样一来 即使没有玩过陀螺的人 也知道如何操作了 其次 我们注意到 作者在介绍游戏过程中 用了一系列的动词 比如 缠 放 按 拉几个动词 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现了 作者玩陀螺的画面 而且可以看出 作者对小时候玩陀螺的记忆非常清晰深刻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他都能记得 表达了他对美好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陀螺的喜爱之情 最后 作者还给我们交代了 玩陀螺的具体场景 虽然是寒冬季节 可他们却玩得不亦乐乎 谁也不觉得冷 通过对比来再一次表现 陀螺是多么的好玩 作者是多么的开心啊 素材练一练 如果以后 让你写 玩陀螺的游戏 你知道怎么写了吧 但是 写其他的游戏呢? 在学校 你玩过哪些游戏呢? 比如 跳橡皮筋 或者大家常玩的老鹰捉小鸡等等 首先 你给别人介绍游戏的时候 可以按照顺序来说明 你看看下面这个例子吧 我先找到一堆雪 抓出一把 然后使劲一捏 捏出一个圆圆的雪球 赶紧把它扔向爸爸 这是描写打雪仗游戏的 你发现了吗? 它是按照一定的游戏过程顺序写的 通过 先 然后等词 写清楚打雪仗先做什么 接着又做什么 其次 这里面也用到了许多动词 找 抓 捏 扔四个动词用得非常好 打雪仗的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面请你来一战伸手吧 请你用动词描写一下你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吧 记得使用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哦 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呢? 想想具体有哪些步骤呢? 会用到哪些动作呢? 想想用哪些动词来描写? 期待你的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